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房车情报的主持人小爱 今天我们来到了位于江苏省张家岗市的金航房车工厂 参加一下金航房车举办的第四届回娘家车友活动 现场很多车友来参加了此次活动 那么今天我们也有幸参观了一下金航工厂的生产间 现在我们有请周经理先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金航房车销售周扬 这边就是我们第一工位 第一工位的话是板金结束之后上第一工位 然后在这边布线电路和水路 还有装水箱 还有一些逆变器空调外积之类的 第二工位的话我们就开始安装一些锅炉的管线 和一个保温水箱的 保温层 然后这边逆变器就从这边开始装了 这边逆变器散热风扇 逆变器的散热风扇 这块就是我们定制的创客锂电 这一块电池是12V的 1200A是锂电 大概可以存到15度电 出厂就自带15度电 对对对 这是我们高配车型的 对就是在市外的时候 是在没有这个随时充电情况下以后就可以把这个车的油漆有电 对对对 底盘上电路和水路安装完成之后 然后我们在这边第三工位就是开始安装地板 然后这边就是打地板交 这边打交 就准备开始安装地板 这边的话地板就安上去了 然后就开始再装里面 车内部的家具 我们是从内部往外装 先装内部再装外 欧洲工艺 对 从内到外的这么一个 而是这里的方式 这边的话就开始装一些电器 就是电热水器 然后冰箱 一些油烟机 对家电 然后这边就把一些家电的线路继续给家电的 线路上的规划 对对对 然后到这边第五工位的话就开始安装墙板 我们墙板外层是采用的采滤板 三明治结构 宝文的话最外层是滤板 铝板然后内部是中间是保温材料 XPS保温材料 然后最里面一层是木板 三明治结构 中间是木龙骨和PU龙骨 最后一些像内部要吊装一些东西的话 就是把螺丝打在木龙骨和PU龙骨上面 因为XPS保温材料不能沉重 像蓝色的就是XPS保温材料 这个工位的话就是安装额头和顶板的 暂时这边没有车 这就是额头 像这个工位的话就是开始安装顶部的太阳能板 然后还有顶上顶纸空调 一些设备 外部基本就完工了 那周经理 我也知道 你现在银行新推出的一款最新的车型 变色龙 我刚才也看见了非常漂亮 你大概给我们讲解一下 这款车的最新的特点吧 这款车的话就是采用我们金行新推出的变色龙车漆 然后它主要就是在额头这一块 喷的变色龙的车漆 然后在阳光下面它会随着光的角度 对 会变色 这工位的话就是安装 这些窗户 外部窗户 然后仓门 储物仓的一些仓门 对 一些这些 水电接拨口 对 是的 好的 像这一工位的话 就是安装一些灯 里面的灯光 灯光 还有一些电器的调试 安装调试 就在这一工位完成了 像到这一步的话 就基本就完成了 开始打扫卫生 再到下一步就是质检那边 已经都配置好 马上就要整装带发了 对了 是的 质检那边再检查一下 确认没有问题 那就可以出厂了这辆车 淋雨测试是在后面 这边的车的话 就基本就是全都完工了 就质检再稍微检查一下 看看哪里有问题的 有问题在 最后一道工序是吧 对对 有问题 那再把问题处理一下 没有问题就可以出厂了 在这边 那么刚才我们也观看了 这个京行房车的整个流水线的 这么一个程序 可以看到 工人们在做工的时候 是非常的仔细和认真的 每一道工序都是非常的负责任的 而且我们也非常的感谢周经理给我们 带领我们一起去探访一辆 房车是如何从一个底盘 建造成一个完整的房车的 更多的房车资讯 房车视频 请关注我们的房车情报 我们下期再见